大家好,我是FM 今次為你介紹南投古城 如果你在深圳灣口岸出發 你可以乘506號巴士去南投古城下車 如果乘坐地鐵,可以到中山公園站D出口 我們乘坐地鐵來到南投古城 其實這裏是兩個地鐵站中間 中山公園站和南途站 我上次來的時候,這裏正在建的 大興口目 現在這裏有一個廟,他們都在翻身 右手邊這間是關帝廟 而左手邊是一間南投博物館 免費入場 如果有時間都可以去左手邊的博物館走完 再進來這裡再看看 由於我今天來是平日 所以也不算太多人 現在這個公園就叫南投公園 左手邊是遠處這一邊 是有一間博物館 我們之前都有走過 但今天暗了 所以就只是走南投古城裏 看看現在翻身了之後 來到這個舊的城樓 那裏 旁邊是隔著很多遺址的地方 以前的古跡 那裏都有的 舊城樓的位置 那裏有的 那裏都有的 那裏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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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南門 哇 整個好漂亮的空間 這些舊的房子 到處是剛好春天,所以看到這些炮杖花都開了 很漂亮 這個應該是酒店來的 在這裏見到很多特色的露台 建築物,保留最舊有的色彩 門口已經有兩張地圖介紹了不同店舖的位置 這個藍頭股城不是很大 如果你要走,是一時兩個小時已經走完 但如果慢慢走,都可以用到半天的時間 我很喜歡這些復古的設計 將舊的元素再加新式的設計放在一起 然後做了一些店舖 我很喜歡拍這些照片 這個大門和設計很漂亮 所以走進去看,這個叫素氏展廳 它開了一場表演 但下一場要一個小時後 所以我就沒有進去看 裝修和設計都跟之前相差很遠 所以走進去看,這邊很時尚的感覺 你看這裏 圓形的 它又不是電梯 不知是甚麼 很可愛 裏面就是一個展館 這個展館不大 只是看一些建築 還有裏面很多人 所以我就剪了幾張照片就算了 這間店鋪的招牌很有趣 你看到字 但要在上面看下去 才能清楚看到字是甚麼 新式的商店旁邊 可能就是一間博物館 它的設計很特別 這裏沿著一條街 都是全部翻新過 中間加了幾個洗手間 這裏沿著一間店鋪 是一間廁所 是一間廁所 你走進去後 你想不到那裏是廁所 走進去後 走進去後 這裏有個廁所 原來很隱蔽 男女廁所 都是沿著這條走廊進去 這裏沿著這條走廊進去 這裏沿著一間廁所 很新式 這裏的設計 有很多位置讓人坐 也是一個景點 而另一邊 就看到一間新的店鋪 正在裝修 不知道是做餐廳 還是補貼 而它旁邊 就有一間餐廳 是頗舒服的設計 在做快減價 99元兩位 HIGH TEA 又可以叫兩杯飲品 坐在餐廳的外面 對著街上喝東西 挺特別的 路過見到這間店鋪 很多人在這裏吃糖水 叫做九佳糖水 它的糖水款式也很多 調了一個桃膠雙皮奶 很滑 膠質很濃 很濕 不太甜也好吃 另外這一個 就是燒鮮草芋圓 也是招牌 它裏面也有很多餡 有燒鮮草 花生 提子乾 芋圓 西米 還有紅色一粒粒的 好像啫喱一樣 有紅豆 這個也不錯 很多料 這間是香港師傅開的牛腩麵 沿路也有很多特色的餐廳 也有不同的形態 去展示自己的獨特一面 也有很多打卡的位置 走到這個中央廣場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在不同的角落上打卡 到處都設計得很舒服 晚上如果燈開了 都會五萬六色的 很多人都來到這裡打卡 後面也有些餐廳 另外這些就是一個民宿 上面就變成民宿 這裡是一些咖啡店 這裡就放些位置 這樣就很棒了 這條街還有一個特色之處 就是很多大廈在外面的設計 是很新式的 用不同的顏色去裝飾 走到另一邊 就看到這個南投古城的公園 就是一個大廈我們 我們在香港就飛到一個公園 我也看到他全是在外面的 但是在外面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以在外面的地方 就是一個大廈在外面的地方 那這裡走到中山公園 之前這一邊有個遊樂場 有一個遊樂場 有摩天輪、小火車、很多小朋友玩的東西 現在停業了 左手邊也有空地 可以讓人露營 野餐的地方 這裡有些小朋友玩的公園 我們現在走回南投古城 走到這裡也差不多走到尾 那邊是幼稚園 右邊是公園 這裡再看歷史博物館 裡面放了很多畫 叫做漢圖說話 沿著這邊我們會走到東門 這邊也有很多特色的店鋪 例如這間是賣茶具的 這個就是麵包店 看著很多餐廳 或者賣東西的店鋪 都在這裡喝 這些還沒裝修的舊店 這邊全部都裝修好了 其實很多都是一些公園園式 就越租出來 就將上面那些 上面那些 就轉了做一托行 這樣租出去 上次我們又進來這裡 現在可能裡面在裝修 所以就不開了 看兩邊都很靈 有很多餐廳 這些就是上去這個公園上店的時候 在門中就會看到來的人是什麼人 我可以開門給他 這裡是可以喝酒的地方 這些就是舊齋 很快就走到東門的城樓底了 沿著這裡就會去到中山公園地鐵站B出口 然後我就會去南遊去吃東北菜叫雪香情 可以繼續留意我下一段片和另一段關於地鐵新發言